欢迎欢迎来到新台湾新光大道 我是周倩玲 这两天的新闻焦点人物 就是前消防署的署长黄继敏 那么他已经遭到了收押禁件了 那么在这个新闻爆发之后 才一点一点发现说 原来他过去说的这个 买了这个采购的要救灾用的车子 不是蚊子车就是废料车 真的到救灾的时候 不能动的不能动 不能跑的不能跑 然后呢花了几十亿下去 采购的这一大堆 怎么样量身打造的 为他量身定做 怎么样让他A钱 他虽然都否认 但是哥哥都招了 我们先来看 这辆负压隔离车呢 每辆要价250万3000元 全世界各国都没有 当时消防署缺一口 竟买进了58辆 全成了蚊子车 当初SARS过后 前消防署长黄继敏 大笔采购负负压隔离车 引发争议 拼装出来的隔离车 前情后重 比舟不均衡 转弯就容易翻车 后照进视线全被挡住 里头隔离舱 连医护人员也隔离 花了上一元 却用不到三次 97年三重大火出动的 救灾指挥通信车 也是争议不断 造价2000万 买了12辆 88水在后 只出动这么一次 红金明在2003年到2009年间 担任消防署长 当中主导5项 防灾无线电采购案 与哥哥组成维标公司 徒利特定博仓公司以及莫斯特实业 从中收取回扣四成 得手1600万元 之后又从两项防灾卫星采购案 护航台湾国际标准电子公司 让厂商获利上一元 09年退休辞职后 2012年就用现金买了大量黄金 一个黄文旧涉嫌微标 被突破新房 早已吐入案情 谈案就差临门一脚 法官提上问黄敬敏 黄金从哪来 黄敬敏还狡辩 统统都是投资理财 这时法官却突然问了一句 你跟哥哥关系如何 黄敬敏说两个人感情和好 法官认定黄文旧不可能诬陷地底 才定手押警戒 现在台北看守所中三社中 关着社堂的林一市 刑事局主秘许瑞山 这期心情案的李宗睿 现在黄敬敏也关在其中 全城的邻居 其实就在英雄变成阶下囚 回头看这些荒唐的采购案 比对家中豪奢的模样 成了强烈对比 最续侯正的团队看台北报道 好 今天这个有消息讲说 基层的人员听到了说 前消防署长黄敬 被收压禁建真的是大快人心 今天不是在南部还有消防员 上了街头在那边抗议说 一个班要值24个小时 真的吃不消了 结果看见说 人家在这边打火英雄出生入死了 结果看到你署长 A情A情这个样子 今天我们现场的来宾 逸宵凯模王石敏 各位观众好 主持人好 好 自身媒体人康仁俊 自身媒体人黄敬平 大好玩 自身媒体人江中博 观众朋友大好 好 所以中国带我们介绍一下 所谓这个维标集团 把家人通通都捉下水 该做人头的做人头 该开公司的开公司这样子 对 没有错 我昨天就跟倩林讲了嘛 今天你维标 一定要把自己的亲朋好友牵进来 因为这些人才是值得你信任的人 但是法官 检察官 这次创造了一个流行用语 叫做 你跟你哥哥关系如何 大家请看一下这句话 你跟你哥哥关系如何 观众朋友我很好奇 为什么这句话变得流行语 因为今天我们的前消防署长 黄继敏之所以会被收押 就是因为他的哥哥 也就是我刚才讲的 他找亲朋好友来替他成立的 所谓的这些维标公司 他哥哥叫黄文仲 黄文仲已经坦白从宽了 把所有的东西能知道的 能讲的都告诉了检察官 那可是呢检察官却没有先让黄继敏知道 我们都知道咯 我们都知道咯 黄继敏还义正的延迟 可能会跟检察官开始辩驳说 我买黄金是为了投资 我没有不法 但是这个时候 侦办的这个检察官突然告诉他说 你跟你哥哥关系如何啊 他说很好啊 很好啊 可是他都讲了 他这时候就认了 认了怎么办呢 你现在就只能在看守所认了 那你看看 这张图表里头 我们可以看出来 灵魂人物 当然还是自己的哥哥最亲 所以由黄文仲 来当维标公司的白手套 而我们往旁边看 就是公司的人头 就由他的包姐黄冲琴来担任 你看哥哥姐姐姐姐姐妹妹一起来 那怎么样能够从里头获得好处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各位 倩林记不记得昨天我们有提到说 买了很多的这个所谓的救灾指挥通讯车 对不对 结果这些车比方说 假设来一辆造价比方说是三千万好了 那其实成本可能才一千五百万 那是不是多了一千五百万 你就照定价买嘛 那这一千五百万大家可以来奔奔嘛 好这第一个 第二个更好A的在后头 要不要维修 虽然他是在养蚊子 养蚊子也要维修嘛 不然蚊子吃什么 要维修 维修的费用呢 他就可以建造所谓的假的维修单 这样了解我意思吗 保养可以灌水 甚至根本没保养 他直接把保养单给做出来 好那秘书叶生员呢 目前被初步怀疑 可能就是把他这些不乏所得 拿去买卖股票基金 我们叫洗钱 不是只有黄金哦 还有基金哦 这样子 那儿子黄玉生 是不是也有协助父亲 这个目前因为没有约谈到案 所以不得而知 那最组旁边的女儿的部分呢 则是也要厘清一下 他是以证人的身份被传讯 那目前这是最新的一个状况 但是我们今天中文新闻 又掌握了一个最新的消息 原来啊 还不是只有这个所谓的 救灾指挥通讯车 这么简单而已哦 浪费公帑 浪费明纸明膏 不是只有这个呢 现在还有负押救护车 我们刚才有看到了 负押救护车 其实那个救护车我在路上 以前我在跑新闻的时候 我有看过 哦 对 但是呢 因为我毕竟不是专业 所以我没有办法知道 它好不好用 不过职勤的消防人员告诉我 他们觉得不是很好用 你会发现跟传统的救护车 不太一样 它看起来比较高尚 比较高级 配备比较多 但是要知道 救护是一个紧急状况 所以这些紧急状况 这些的配备 是不是能够用得到 就好像通讯救灾指挥车 你对卫星 你是不是对得到 看起来利益很好 但真的实用上 是有它执行上的困难 那你再决定要买这些 不管是负押救护车 还是通讯救灾指挥车 你有没有先去实地操作过 如果有 你就会知道 对卫星要一个多小时 你就不会买了嘛 是不是 最好还是在人家已经火灾 大型灾难 风灾的现场 你还要花一个小时在那边 对而且还对不到 不过呢 今天看到的 除了昨天那个车之外 这个负押隔离车是今天 我们才学到有这个车子 那么但是今天 有报纸上面有在写 近平报你没有看到说 世界各国找不到负押隔离车 exactly的这种车 所以买一个车子来把它改装 如果说真的是为了要A型 你还要说我一定要这种车 把它改装成什么样子 中间我才可以A多种 还要发明一种 其实并没有存在的车 那简直去好莱坞写剧本算了 对刚刚中国有讲到说 这种负押隔离车就是高级 看起来很高档 但是重金不重用 重看不重用 主要就在于你刚才提到的 世界各国没有这样子专门的一个 负押隔离车的设计 所以他们就到处找找找找 找到了一台福斯货车 福斯货车怎么办 去改装 其实世界各国为了当时防治SARS的时候 他们就有采用各这个负押隔离舱 你装在那个就一般旧物车 改装一下就可以就可以试用了 只要几十万元新台币而已 可是你看看当时黄敬明在2003年 他就坚持要采购这个负押隔离车 然后负押隔离车当时厂商就报价 当时那个厂商是一个 据说是政商关系很好的一个公司 是得标的 然后他报价就256万3000块一台 然后结果消防署一口气才买了 58辆将近60辆很豪气 然后总价1亿4865万多元 将近1亿5000万元 其实当时这个案子 曾经被监察院纠正 他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在 结果到了2004年底 又是各年底 还是照样编列预算买了 然后配置在各个各个县市消防局的分队 可是就如同刚刚钟柏哥所讲的 很多的那个消防分队那些同仁 他们自己在使用的时候就讲说 你看看他的一个车厢 他们车体没有经过校正 然后整个那个车厢 你看他那个照片投轻伪重 那投轻伪重的话很容易挡住那个 后照镜的视线 而且你在过弯的时候很容易那个侧倾 然后甚至翻车 那甚至呢 刚刚我讲了 一般世界各国采用那种防制SARS的隔离舱 你装在那个救护车上面 你只要几十万块 你怎么会买到这种200多万的 结果呢 后来他在很多地方台中啦 甚至桃园啦 苗栗啦 这种车子啊 初勤啊都曾经翻车过 我刚刚讲的不是容易那个翻车 因为后面你看那么大 而且大家就讲说 你负押隔离舱 这个负押隔离车 他把医护人员跟这个病患都隔离了 那你把医护人员隔离 那你要怎么照顾病患 你要怎么救治病患 这有什么意义呢 意义何在呢 所以当时他们就不管了 还是这样买来说很先进啊 如何如何 当时因为防制SARS吵得沸沸呀 要做什么 然后买了之后重点是 我跟大家讲 一般救护车在消防分队 各线市都一样 我用平均来讲 一年出勤的平均 你看那路上 偶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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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救护车 一平均出勤 出勤都是2000车次 一辆车至少一年出勤大概2000次左右 这一台负压隔离车 放在消防队里面 咔咔脚里面车库 最里面那一台 它的出勤次数多少 几乎零 你说它叫隔离车嘛 所以它现在被隔离了 它被隔离在车库 最里面用不到 而且它里面的有些那个 它的主要的一些 滤芯过滤系统 它已经秀斗了 已经过了那个六年的 那个公务车有效领线 几乎型的报废了 它滤芯过滤系统如果要用要换的话 你要在编列域上 每一台车 它花到十几二三十万元 这有效果吗 所以它几乎现在已经行同隔离 出勤次数也是零 好所以我们昨天看到了 这什么救灾指挥车啊 什么要对这个 对这个卫星啊 对啊 对多久也对不到啊 今天看到这个负压隔离车 还会翻车的 到底人俊这些车有多难用 或是多不能用啊 其实是一堆废料 我补充一下静平刚刚讲 什么叫负压隔离厂 我这边有一个照片 这个照片其实你看到 它里面有点像是一个 一个透明的气球一样 那这个其实可以推出去的 它可以推来推去的 所以我如果今天当时 因为我记得有的时候觉得 这个黄继民他当时是因为 名气可用啊 为什么那当时SARS的时候 大家都怕嘛 所以他当时定这个空前的规格 说我要买这个车的时候 没有人敢挡他你知道吗 那个莫拉克当时要推 那个重建经费是一样的 大家都赶快给他过 好现在问题来了 当时已经有这种 所谓活动式的舱 所以他一般的救护车 他就可以使用 所以我这个车子 其实我不需要特别再去改装 我就要把这个感染的病人 送到这个舱里面 推进去就可以了 可是他这个舱里面 我现在买的这个车到底怎么样 我给各位看另外一张照片 你会觉得很好笑 刚刚静平说要隔离 对不对 你知道他怎么隔离吗 他是这样子隔离的 就是我这个车看起来很漂亮 可是我人进去之后 反而是我的医护人员 要被隔离起来 那你看对医护人员来讲 他到底能不能方不方便 那刚刚那个气球去哪了 他不用了他就不用了 所以当时为什么监察院纠正的意思就是 你有一个很好用的设备 而且这个东西是可以 是可以被重复使用 而且他不会那么贵 你不去买 你买这个车 结果我跟各位讲 另外一件事情更可怕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大家会觉得 这个案子一直是有问题 那个得标的厂商 在交车之后就倒闭了 对 好像不止一个公司 就这一个光这个负压隔离车的厂商 他交车之后就倒闭了 那你让人家会合理的怀疑 对不对 我买这个车 再加上我公负车 这个使用年限是六年 那我又是针对这个 所谓附加隔离在座 我平常救护车我能出勤 我不能 那后来其实你看SARS之后 台湾有多少 发生过多少次 这种大型的流行病 其实没有 所以为什么大家会来检讨 这个 我宁可相信 他当时是出于好意 想要做这件事情 可是事实上就投资上面来讲 这确实是一种浪费 因为他的使用率 包含他后面的维修什么 这个都是不合理的 那么我还有看到 这个王大哥 特收队搜救也要用到吉普车 但是说吉普车 一定要用到宾室车吗 我没有要 要有任何的立场 我只是说也许为了安全 也许德国车真的比较好 所以一定要去买宾室 是这样的吗 没有 因为这个事情 后面我有去问 他这部车是因为 为了要我们有一个双螺旋桨 的那个直升机 就是现在 最近这两天在空运 运补蓝椅 因为刚刚好 那个宾室的吉普车 他车身刚好能进那个车厢 就是那个机舱 他是为了因为 特种搜救队的目的是 他是要快速 跟快速缓运部队一样 所以他的人上去以后 他的装备 交通工具是 这个吉普车是他中间的一种 因为他整个机舱的设计 只有这个车刚好 可以进那个机舱 进出方便 这是为了这个买的 那当然是说 因为当时的状况里面 只有这一型的吉普车 可以进这个直升机的货场 所以他们就 以这个采购为动机 那特搜队的结余款 去买云梯车 那个有用到吗 这个后面我也去了解到 他买这个云梯车 他大家都会怀疑说 你直升机不能待 待这个云梯车 结果不是 他这部结余款买的这个云梯车 是因为特搜队员 他到灾区的时候 讲重大火警高楼火警的时候 他们平时没有用一部云梯车 来做实坐 因为他是资源人家 那到那边的时候 他没有去操作这个云梯车 云梯车 因为现在很先进的云梯车 他只要有一个操作不动 他那个云梯就停掉 就不动了 所以他们买这部云梯车是用在他们特搜队员平时训练用 这个我们还可以 假如说以消防专业来讲 这个是还 他讲的是还蛮有道理的 因为特搜队员他们集中这三个基地 然后他们平常基地里面只有小型车辆 机动性快的 可是他今天突然间 高雄一个大楼 85大楼火警的话 他执政机空降这些人去的时候 现场有的那个云梯车 他没有在事先有超过这个器材 他到那边 他自己的这个团队要去操作 可能就不好操作了 所以他这个买训练用 这个还挺有可言 而且云梯车 他放在南头 南头附近然后有什么 他也可以支援 这个我们这样讲 我们也不要是太苛责的说 这方面的问题 不过呢任俊有一个 他们说有买无人遥控直升机 万一有火场啊 有什么样的灾害 你可以无人遥控进去 上面还有摄影机啊 可以传什么样的画面出来 结果巴巴风在的时候 还是开个直升机 然后呢还是拿个V8 在那边拍完以后 就是完全没有用到 那个无人飞机 这是为什么 我给各位看一下 那个无人飞机 我们大概一直觉得说 飞机是很大的东西叫飞机 我先给各位看几张照片 这个是当时那个消防署 他们在示范这个所谓的 无人飞行载具的时候的 一个画面 你现在看到画面上面的 这个东西就是它的 这么小 对没错 它就这么小 小星期一样嘛 它就这么的小 我给各位看另外一张图 这个就是 这个所谓的无人飞行载具 它看起来就是 它上面其实有四个螺旋桨 对 那它实际上的大小有多大呢 我再给各位看另外一个 它就这么大 这个画面上的这一个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那个飞行载具 试一下哪一个 在这里 在这里 电脑旁边的这个 然后这是我们一般所使用的笔电 你光这样比较起来 你就会发现到它的大小是有多少 所以它不是很大型的 你知道它是一个很小型的东西 好 现在问题就来了 你今天这个设备是什么时候要用的 是天然灾害的时候用的 对对 什么时候会有天然灾害 刮风啊 下雨啊 吐湿流 我请问各位 我们光用脑袋想 就学院想一下 在那么风强雨大的时候 17级阵风 请问这一台它能够撑多久 你不要讲说你要遥控 它连定位都有困难 你叫它怎么出情去拍 那如果有别的有天灾的国家 比如说我随便讲 比如说最近在美国不是有飓风吗 什么那种地方可以用这个吗 只要有那么大飓风 我们现在其实国家的搜救 或者是各种救难的队友 不是只有消防署有嘛 对不对 空中警察他们也有嘛 他们直升机下面有的 也有配备360度的 全方位的摄影机嘛 对不对 可是现在问题就回来 就是说我今天买的这些设备 操作的人员是一个问题 你想想看 我们在所谓的天然灾害 紧急要去出勤的时候 我有没有那个前置作业 我们刚刚讲到说那个SNG车 我要花一个小时去驾 请问你天然灾害 你会有办法像SNG说 一般电视台说 我们提早到那里去救 它没有办法嘛 它不可能去塞嘛 对 所以它为了出勤的时候 它为了要紧急去应变的时候 它怎么办 它当然就是我用V8 这最大最常使用 我去拍 而且拍完之后 它也是要回到地面上面来 去回去上传嘛 所以到后来这一套系统 其实我说实话 它demo很好 而且它的利益也都很好 可是事实上 我真的觉得说 有时候我们这些政府的采购人员 因为我其实接触了一些 采购的人员 他们在定这些规格或什么时候 其实我讲实话 有的时候不是 不是那么的清楚啦 也就是说 刚刚我们还在开玩笑讲说 是不是都买到了一些 很先进的高科技的玩具 对不对 这个我补充一下 其实这个直升机不是用来摄影 这早期是我们驿霄 有个很喜欢用阳后飞机 什么 然后遥控飞机 有一个驿霄 然后后面就 外国就渐渐有 遥控飞机有直升机来 那我们有一天 我们就讲说 因为我们平常 常常有那个 我们这样台北线 都有那个溪流围困 那我们以前都用抛尘枪 你知道吗 结果就那个驿霄就很好了 他说那我就用这个遥控机 把这个细的余线 拉过去给对面 然后再把绳子拉过去 这个是很好的 这个是很好的 idea 就是说我们在 因为有人 因为突然水库放水 然后有人去受困 那也抛尘枪没带来 这个遥控也可以 另外一个是 驿霄把它用来说 有了楼上大火的时候 那人家有人受困 那人也没办法上去 就有这个遥控飞机 刚好遥有那个时机有 就把那个细绳子 拉到给那个人 然后拉那个大绳子绑起来 用绳子垂降 结果后面不晓得 哪一位长官 看到他听过部署建议以后 然后就把他装摄影器材 然后他也考虑到 反正我买 其实消防很多采购 是那个长官是 把他当做大型玩具在买 好不过呢 我们看到救灾总指挥 竟然去狂A救灾的 这是救命钱 结果呢 这个看起来是比贪污更可恶 因为呢 这是拿人民拿灾民的性命开玩笑 我们休息一会马上回来